房地产销售这个领域真的是以利益至上吗? Hillary在加入房地产销售领域初期也曾经处处碰钉子 不过幸好一路上她都获得博乐以及团队成员的协助 这也让她设立了一个团队理念 那就是以团队为首要 究竟Hillary的理念如何帮助她成为一个出色的领导人呢? 锁定这一集《商海名人坊》 曾经三次创业 却都以失败告终 Hillary在博乐的引荐之下加入了GT Nelson Realty 成为房地产销售团队的一员 在过去六年里在房地产行业磕磕碰碰 逐渐成长一直到成为团队领袖 由今她不但是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甚至有能力协助其他人改善他人的生活 欢迎收看全新一季也就是第十一季的《商海名人坊》 Hello 你好 我是景川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房地产销售团队的领导 她是Hillary Hillary 你好 嗨 你进入房地产销售之前 你有三次的创业经验对吗 对 还记得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吗 那时候我是刚读完书出来 大学毕业 学院毕业 对对对 那时候就开始创业了 那次创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就是开一个小档口啊 卖一些包包啊 首饰之类的东西 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创业呢 因为那时候我刚读完书出来 老实说我的薪水是蛮低的 而且我是刚毕业出来 又是一个实习生啊 可以这样 所以我的 income 那时候会比较少 大概是不到两千块左右 哦 你不是马上创业 你还有打工 对不对 哦 打工有好几份工作呢 我有打过两份工作 一个是accountant的 那个薪水更低 到until我再转工 因为真的很低 转去telemarketing 就是服务员啊 那种节电话的 那时候的薪水会比较高一点 只是压力很大 然后也不够用啦 老实说 因为两千 当时不够用 现在我跟妳讲 现在的人也不够用 更不够用 现在有很多freshgrad 也是拿着两千块钱 对 更加不够用 是 真的是不够 所以我就想到要去创业 是 当时对创业有什么概念 就没有概念啊 老实说 就我跟我一个朋友 伙伴来的 就商量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去实行了 就去做了 没有想赚钱不赚钱 还是怎么样这样 对 那维持多久 两年啊 还维持两年 对对对 但这成绩如何 成绩就还好 当然 比起打工好一点点 真的是 只是你会要一直守 然后就因为我们是租那种 shopping mall 里面的 价格 它租金会一直增加 增加 这样子一直起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样子下去不行 是 然后我们就 就换了 就换又换另外一个模式 这样子 就第二次创业 对 也是跟同一个partner 对对对 也是同一个partner 然后第二次创业咯 就不是卖包包 就卖那种首饰啊 银饰那种之类的 我是负责卖 然后他是负责去找货员 就我们互相配合这样子 也是有做一段时间 是 那时候就比较潮流 会比较潮流 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也是慢慢 也是因为租金的关系 我们很难顶下去 又再换另外一个创业 对对对 那第一 再来的创业又是卖什么 那个是印刷了 印刷其实是蛮挑战的 老实说 比较其他的 因为它 我是完全没有 设计 什么都没有的 我就是靠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 通过他身上 他去口传这样子教我 我就去学习这样子 然后就去开始了 你是一个很大胆的人吗 我是比较喜欢挑战一点点的 不至于说很大胆 其实我也是很小胆的 我很怕是的 只是 好在的就是 老实说 我的朋友啊 我的家人啊 他们都很 很鼓励我去做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们也没有给我压力这样子 所以我就去闯 在这个印刷业又做了多长呢 我没有记错 应该有四五年左右吧 四五年左右 然后是因为那时候印刷业 我们是做到有小机器 做到我们买大型的机器 整百千的那时候 整百千的机器 然后是OK的 只是until五六年左右 应该 应该是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时间了 然后就开始有那种 大型的模式出来了 所以它价格就丢到很便宜 然后我们就开始比较 比较辛苦了 在这个印刷行业 是不是赚了第一桶金了 对 你问我是 是 不觉得很可惜吗 就把它结束掉 老实说我是不舍 我可以这样子说 一心不能二用 是 以前的我 我都是觉得我可以的 我加入房地产前 我是拿着 就是我做着印刷的 进入房地产的 哦 我跟我的领导说 我是可以处理到的 是 我可以两边 handle到的 原来是不行的 嗯 因为很吃力很压力 因为你控制不到两边的时间 然后一边是刚开始嘛 所以我最终我是选择放弃 对我放弃了 然后我就一段时间的挣扎 因为我那边老实说 我的income也不少的 嗯 我的平均income啦 呃是可以五千到八千 高峰期 好像peak period的时候啊 Chinese year那种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缺到十多钱income的 哇 但你还是毅然的放弃了 因为你看到 有一个更好的吧 property来讲的话呢 它的时间会比较自由 compare with printing 我们试过做到晚上十二点一点 因为赶工 嗯 所以我有小朋友 我要 学了 我没有时间去安排 所以我就选择了 啊 就直接关了 嗯 所以我也机器全部我也不卖 就直接关了 对 结果怎么处理啊 那些东西 就丢了 哦 好 那你又是如何踏入这个房地产领域呢 我踏入房地产是因为 我的一个博乐 嗯 OK 他他就介绍 这个这个房地产的这一块领门 就进去了 而且他是介绍你到GT Nelson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是他介绍我的 其实在里面 我也是有去找看哪个里秀比较OK的 只是他会比较细心一点 是 然后他跟我说 哎 你能够的话就好是跟这个领导啦 因为女生跟女生 然后他会比较OK的这样子 他不是你的领导 他只是把你引入到这家公司 对对对 他不是我的领导 那他是一个陌生人吗 还是说你认识很久的 也是我认识很久的 对对对 哦 他本身也在这个行业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哦 那就有点奇怪了 对 但你也非常相信他 对对对对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正视了我的房地产 你抱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加入房地产领域 相信 相信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问到我 是 我很相信房地产可以给我赚到钱 嗯 可以跟现在的方式不一样 可能他不会比 可能会说多可能一倍两倍 但是我相信时间方面 嗯 因为我要两边雇 是 所以我拒绝了投入房地产领域 加入房地产领域的时候呢 初期一定面对很多障碍啊 难题啊 挑战啊 你还记得当时你面对哪一方面的挑战吗 第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年级 哦 嗯 我已经是三十多岁了 三十四岁 我加入房地产 然后我身边的伙伴 都是十八到二十二岁左右的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虽然我做过小售 但是要我开始去接触别人的话呢 我就会比较觉得很压力 嗯 很压力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挑战了 我每天都要强避自己说 我要自动 我要主动 我要去跟人家说话 这样子 嗯 因为太年轻了 身边的伙伴 那怎么克服呢 这个年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嘛 对对对 那你做了哪一方面的努力吗 每一天强迫自己一定要到我的工作地点 嗯 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时间 多少点我一定要做到多少点 这样子 嗯 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很近的 我就是坐在那边做我的东西这样子 因为我会比较不大敢讲话 比较内向的 嗯 然后要学习嘛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很好的就是我团队里面老实说 他们会很自动地走过来 他们不会理你的年级的 虽然他们可能 我觉得我那个贵人啊 也可以是我的贵人啊 他才十八岁 哦 他自己走过来 他跟我说话 问我 你OK吗 你可以吗 他讲 需要我什么帮忙吗 那时候开始 我就比较依赖他 因为他主动跟我讲话嘛 然后我就会问他这样子 然后就慢慢就通过他 跟身边的朋友这样子 他们全部都很好 嗯 就一问他们都会 马上主动去教你 帮你这样子 嗯 这也是你加入这家公司 他们的一个企业文化吧 对对对 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 哇 我在这个销售领域 应该都是 明争暗斗啊 谁会去扶你一把呢 谁会去带领你呢 对不对 是真的 是真的 因为 之前我加入钱呢 就是我们有去看过别的公司 也不是说其他公司不好 是 只是因为公司里面 有各自的团队嘛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呢 他会担心说 你比我强 嗯 所以你会跟我有冲突 利益冲突 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呢 他是好是说呢 他不会有太大的利益冲突 他很愿意把所有的东西 分享给你 只要你愿意去 踏出第一步你去问 他们都很愿意去教 嗯 要放下身段哦 毕竟一个三岁几岁 要跟一个十多岁的人去询问 这是整个重点 这是比较 我是最大的突破挑战 是在这里了 对 带你度过了 对 当然你当时候加入这个房地产销售领域的时候 有没有给自己一个 比如说时间 我大概三个月 我没有做到成绩 那我就离开 说真的 我是没有忽略了 因为我把我的冲突已经是关闭了 所以我不会给我自己一个冲突说 我还有第二次我要去哪里这样子 所以我是没有给自己提前 我只有给自己的目标了 就是说我的目标 基本我要是怎么样去 achieve到 去做到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冲着我的目标去做而已 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开到第一弹 就是因为房地产个个都讲很好做嘛 是啊 是不是真的这样好做 所以我就给我自己的目标 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第一个月我一定要破单 我一定要控稳 因为一间那时候也是差不多 整九千块左右 是 结果是在第一个月就完成了 一个半月 因为我讲了前头 就是我会比较慢的 我会比较慢的 慢起步的人这样子 可能先去熟悉一下整个环境 对 慢慢熟悉一下他们的节奏是怎么样的 让自己融入进去 对的 那一个半月让你得到了自己的 算是满足了第一个目标 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我很开心 我很开心 我真的是跟人家分享 跟我工作身边的人 他们也很开心 因为他们也看到我的改变 我以前是会比较近的 坐在那边的 然后现在我就会开始跟他们沟通 融入他们的生活圈子这样子 虽然他们跟我相聚很大 感觉像自己好像有资格跟他们讲话 对不对 他们也很OK 就很开心 我一开单就整个吃场就 哇啊恭喜你 那我丢哦 开了一个单之后 肯定的又会设别的目标了 对吗 对对对 那你慢慢的让自己设立其他怎么样的一些目标呢 因为我们房地产 我们有不同的 不同的 姿势 可以这样子说 所以我会给我自己的目标 我要在几时可以攻击到我的目标 我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冲这样子 我没有给我自己休息下来的脚步到老师说 你也是让自己挺大压力的人 对 因为我是那种我设定了我要的目标 我会尽量在我最短的时间里面去到 不然的话我会觉得我的觉得是错的 所以我不可以跟自己讲我的决定是错的 我一定要向前冲 我们也来向你学习一下吧 设立目标应该怎么样去设立呢 我会建议不要给自己太过分大压力啦 我会从小的开始 可能因为我们是有目标 我们是那时候我们这样子算来说的话呢 然后是12件 就可以上the next level 所以我会给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就是可能我第一个月我要破单 我要成交多少 然后第二个月开始我就要可以成交多少 然后我要用多少的时间去achieve到 我这个上the next level的这样子咯 我不会一下子说我要在这样子的时间上 我会step by step这样子 也给自己少少压力 但是也不会去到太over这样子 因为毕竟我一定要peak自己一下这样子 才能前进一点 刚才提到怎么样胜利这个目标嘛 那怎么达成目标呢 我要达成目标其实只有一个罢了 就是行动 你有行动来说的话比什么都好 不要说而已 对 因为很多人说我要讲讲讲讲 然后最终的他就是讲而已 所以行动是我会比较注重的一点 坦白说你有没有遇过自己的目标 没有办法达成 有 嗯 其实最初级的那个就是我们说有很多level嘛 其实第一个position的话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的 因为人想东西永远都是美好的 所以当我走走走的时候 我会累了 我就会开始slow down 怀疑是不是这样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刻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个调整期 我也是有遇过这样子我们叫做空窗期 或者是 超级 对到了一个地点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前进了 平景 平景 对对平景 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去走了 所以我会有遇到这样子的 所以那一段期间我是有stop过的老实说 嗯 stop了一段期间了过后 我调整了要9个月时间 哦 我要9个月 好像生一个孩子一样哦 对 我用9个月的时间 那9个月时间做什么 因为我现在我是做project的 我是专卖新的楼盘的 所以我就调整不来 我就是cover不来 所以我就走去做sub sales 因为sub sales是我比较抗拒的 因为它会比较 我们可以讲是增持啦 所以我会比较抗拒 那时候就是那段期间我调整不来 所以我就去做sub sales 嗯 但是还好啦 就是我团队的伙伴啊 领导啊 嗯 他们都一直联系我跟我沟通啊 这样子 然后身边的朋友家人呢 又给我support 嗯 就是这个9个月时间虽然很长 但是我也很感恩他们 说真的 但你的这个调整 也在你工作上做调整 你在自己的私人生活当中 没有做一些调整吗 我会比较少做这种活动的 嗯 所以就没有啦 因为那时候我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因为遇到关键嘛 所以就选择逃避 所以才会有这个空窗期 嗯 这样这样久的时间 就这几年下来你只是遇过一次 对 有没有人跟你分享 他们常常遇到这些低潮期呢 有一些就是真的很快 他可以自己调整 嗯 有一些呢就是 调整不来就 就离开了 我们都有试过 是是是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都是很有勇气讲出来的 9个月虽然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倒还是很感恩我的团队 我的家人 他们就是一直做支持我 嗯 就是这一段了过后过后 我才成长得很快 是 你怎么看待你现在的一个成就 其实你现在在公司的位置 是可以说是在一个领导吗 对对 可以说是 就是 这个是你的目标里头设定下来的吗 对 有没有设定过目标 我一定要当领导的 我没有太大设定我一定要做的东西 但是我要的目标我会去achieve 就是like 我比较喜欢旅行这样子之类的 所以我会朝着我这个目标去做 然后同时我也可以achieve到我领导职位 嗯 刚刚领导之后感觉是怎么样的 当领导之后呢 老师责任会比较大 你问我责任会比较大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了 嗯 我不像agent 我就是一个人 变了我有伙伴 有身边的伙伴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 就聘请一些新的想要赚钱的伙伴 所以这是一个责任了咯 我会比较注重on 他们的sales 他们的income 多过自己 因为他们赚到 其实自己也赚到嘛 对对对 好的话就是大家一起成长嘛 嗯 那你觉得一个好的领导 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 我的认为呢 其实我会当我的伙伴是家人 嗯 然后我会陪同他们一起啦 这时候我会比较注重 由我以前到现在 我都会比较注重的一点 就是我会陪伴他们一起去做的事情 我不会说好像 哎你应该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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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去做 嗯 我是不会这样的 我会给他们知道 他们instruction 他们要这样子去做的同时 我会去做 嗯 嗯 就是跟他们一起啦 嗯 我不会好像那种 就是order你 你一定要follow我 让你自身自灭是吧 对你一定要follow我的方式 这样子 我没有我就是 我叫你这样子做 我也会这样子做 at least我先走 你们跟着我一起走 这样子 我会more prefer 这样子的一个领导方式啦 嗯 对因为领导方式有很多种嘛 有一些人是看重说 我把我的团队看成家人 比如说你刚刚也提到了 有一些人会觉得 绩效比较重要 有kpi 你一定要达成达成这个kpi 那你是完全是以家人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团队吗 kpi我们都有的 其实 我们都会有的 其实我们 我们大团队我们也是有说 fighting啊 那种这样子的 都会有的 只是fighting 玩fighting啦 就是 那是一个目标嘛 对不对 我们要去做的嘛 所以可是 期间 这个过程 我们是要每一天 一起去 怎么样去achieve到的 这个就是 我比较困难 而不是说 我给你目标来你去做 这样子 他们就没有一个guide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走呢 就不让他们孤军作战就是了 对 但回到来喔 你就是跟这些团队呢 很像家人一般的 会不会那个界限模糊了 什么时候是家人 什么时候是团队的那种关系 说法还好啦 因为我也是比较明确的 我就是做得很好的 那种我都还是会有奖励 这样子的 只是我 只是不要给他们觉得 我是就是那种领导order型的那种 我是那种一起的 那种gather一起的那种 这样子咯 在带领团队期间 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大的难题呢 一些他的性格的关系 这样子他很难跟团队抹合 有时候会有争吵 是 这种我们都会有遇到 这时候会比较挑战 可是这些会一直保留到很久吗 我们会尽量与他沟通啦 也没有说 因为他们进来的目的是 也是要赚钱 也是要改变生活嘛 变了唯有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希望他能去改正他自己咯 去融入我们这样子咯 而不是这样我们全部人因为他 这个是重点啦 是 所以我会 我通常都会私底下去跟他们沟通 那不然我就会打个电话 这样子跟他们沟通 不然的话就是WhatsApp 因为现在年轻人 讲电话会比较少 是 通常都是通过WhatsApp 所以我就是WhatsApp 有时候会跟他们聊到很晚的 因为我有些伙伴呢 他会比较喜欢找我聊天 所以有时候他们放工了啊 他们在家里有时候遇到什么的关键啊 他们会主动打给我 或者是他们会主动WhatsApp 我跟我聊啊 他们的状况还是怎么样这样啊 我都会通过这种跟他们去调整一下啦 这样子 所以当领导你觉得最大的满足感在哪里呢 那种满足感哦 真的不是好像Agent那个时候 Agent我做到第一桶金我很开心 可是当了领导过后哦 你看到你的伙伴每个月有上榜上 你会更加开心 是 还开心过你自己的income那个进来 所以有时候人说 我要顾我的人 就是有些人他会注重说 因为我的人开张我有钱赚 其实我会more concerned on 其实不是真的我的钱赚的 我会more concerned on 他们真的是有income 然后他们真的是有在那个stage榜上面的 因为不然的话我会觉得 他们进了来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是 所以我会这个我也比较focus啦 我也比较注重一点 但我也稍微去你们的脸书看了 我发现到上榜的很多都是男生 会不会这样觉得呢 这个女生如果要加入的话 是不是要更加的强悍一些吗 还是怎么样呢 女生来说的话呢 因为他们会比较 情绪化吗 对对对 他们会比较情绪化一点点的 所以很多女生他因为他情绪一来 他就盖着耳朵了不停了的 这种我们也比较会难跟他沟通 是 有一些伙伴他们愿意跟我们沟通 我们还是一直这样子跟他沟通 去解决这样子 所以你问我女生跟男生啊 虽然占大部分的都是男生啊 可是女生来说的话 他们只要可以跟我们一起啊 全都一起的话呢 他们比男生强 但我觉得这是公平竞争的 只要大家呢 有那一颗心呢 要去好好把工作做好 把目标达成的话呢 肯定是做得到的 天下无难事嘛 对不对 你现在团队里头的这些年龄层 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年龄层呢 我的读着大学的都有 读着大学的呢 那种就是办公督啦 就是他放假的时候他会做 或者是他比较休闲的时候他会做咯 所以你问我年纪来说的话 都是18岁以上的 怎么样跟他们融入一起呢 活动会有啦 因为他们进来 因为我的样子会比较严肃 所以刚开始他们会 会比较怕我一点的 但是有时候他们跟我沟通了过后啊 我就是那种比较表面 看到比较严肃而已啦 这样子咯 然后我会跟他们打成一片啊 跟他们一起玩啊 跟他们一起说下一起吃啊 这样子咯 如果要进入这个行业 现在他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通常我会先邀请他来 我们来一个来 interview 这样子啦 我要先了解他咯 因为有时候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我可以这样子说 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所以我要先了解他的背景 因为以未来来讲的话 我要跟他有接触嘛 是 所以至少我知道他的 背景是怎样 然后未来来讲 我可以跟他比较容易沟通 比较容易拉近我们的关系 然后第二来讲的话呢 我会比较prefer 他是想要的 他是真的想要的 而不是进来说我try咯 比较想要的话呢 这种通常都是ok的 他们都是做到的 还有需要吗 然后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配合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和团队配合啦 和我配合啦 这样子 我不需要他们听我的order 就是跟我的instruction跟我一起走 这样就ok了的 这样子是非常够了的 需要具备其他哪一些的技能吗 没有的 我们这种不看的 我们都不看的 因为我团队有一些呢 就好像我刚才讲有大学生嘛 可是我团队也是有一些是BTC的 就是BOTATCHEK的 他的英文不行 马来文也不行的 所以他可能有时候 回复客户WhatsApp的 所以他们不会dapping 他们就是走来问我们 大姐我要怎样回复 这样子 他会问我们 然后我们就慢慢去get他咯 我们会给他一个简单的flow 然后以Future来讲 他知道 因为其实房地产老实说 来来去去可能刚开始 你会觉得比较难 可是后期来说的话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因为我们都是卖榜嘛 是 所以客户问的东西 都是大同小异 我们回答的东西都是 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只要有给他一个flow 我们会教他怎么样去call电话 我们也会有一个flow给他 这样follow up客户 我们有一个flow给他 他跟这样子 929他就很熟悉了 比较关键的是有人会说 因为不太会讲话 这个不是一个理由 因为我本身也是比较害怕的 也是害羞不敢讲话的人 内向的 对吧 我人多我就会压力 我就很害怕的那种这样的 所以变了我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伙伴 我就会给他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可能你不要在全部人面前 就是你可以跑开 然后你讲个电话 所以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方式 叫他把他跟客户的沟通 之后给我们听 然后我们再做调整他 这样子的话他会比较relax 因为他怕的是因为有人一直看着他 听着他 他会有那种错觉感 我可以这样子说 是跟我一样的 慢慢的成功了之后呢 就会放开一些更加有自信了 但我觉得一路走来 你在这个行业超过六年了是吧 对 这一路来也很多人在扶持你嘛 对 从一开始介绍你的那个博乐 到之后的这个领导 对 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的吗 其实一路来我除了很感恩我的博乐 很感恩我的领导 我的公司 我也很感恩我的团队 是 我团队每一位的伙伴 他们都很信任我 只要我一个order一起去做 他们都只会点头ok on 就去那种这样子 是 这是我最开心的了 所以这一路走来 我可以说我比任何人都幸福 因为我的贵人有 我的博乐有 然后我的团队伙伴也有 对 当然接下来还是要扩大你的团队嘛 对 对 要不要呼吁一下 现在在看节目的一些年轻人 可以加入你们的团队 如果问我来说的话 现在看到的视频的伙伴 只要你18岁 你很有想要充 你可以加入我的团队 不要像我这样子 只是我还是觉得 如果有机会给我重选 我18岁直到这个领域 我会马上加入 但34岁呢 或者30几岁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还是欢迎你加入的 对 我们就要寻找突破 就让Hillary呢 带大家一起飞了 好 今天非常感谢Hillar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